第六題,下列屬於聚合物的有哪一些? 我們知道聚合物就是一些有一些重複的小單元 我們稱之為單體,不斷的連結 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高分子的化物,稱為聚合物 甲葡萄糖,葡萄糖是單體 這個單體會構成澱粉或纖維素 所以呢,乙的澱粉跟新的纖維素呢 都是由葡萄糖構成的聚合物 丙氏乙醇是一個有機化物 丁氏氨基酸也是單體 它會構成蛋白質 所以乙的蛋白質就是由丁氨基酸所構成的聚合物 壓克力是聚合物 耐倫是我們的合成纖維 纖維都是聚合物 所以呢,我們看到乙、乙、乙、脊、根、新 都是所謂的聚合物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 下列屬於聚合物有哪一些?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、乙、乙、乙、脊、根、新 澱粉、蛋白質、壓克力、耐倫、纖維素 都是屬於聚合物